情况突变,随着中东局势进入交注阶段,各方势力蓄势待发,这个看似微不足道,但是十分关键的讯号,正在发生重要变化。 一,据观察者网报道,以本月十四号为起点计算,在七十二小时里,沙特当局已与夜门胡塞武装发生两次冲突,从空中袭击到导弹突袭,应有尽有。 报道还指出,胡塞武装已在一周内,对沙特方面发起四次攻击。 频率惊人,这算什么关键挑战?凭什么说这玩意牵扯什么中东大变局?老听人说什么夜门胡塞武装?这武装组织到底是啥? 二,不要急。我们先看看这次袭击的背后意义。首先简单说一下,夜门是中东各大势力重要的决斗场,也是中东局势的一个风向标。 基本来说,夜门乱,中东往往也不太平。夜门这地儿,即见证了中东文明的兴起,也见证其混乱。 先给诸位上张图感受下,这个国家恶守中东咽喉,亚丁湾就在底下不说,脑袋顶上就是沙特这个中东老大哥,再跑远点就是伊拉克基朗。 清一色,全是中东火药库。光这样还不算完,中东逊尼,什叶两派势力都靠他挺进,都想争取下这个小弟。 此外,由于种种历史原因,什叶派目前在夜门影响还是很大。 这下可就犯了沙特的忌讳沙特,超过80%的石油产地,都在国内什叶派的地盘上。 所以他特别畏惧其四周的什叶派走向团结。 万一闹出点事来,他国家经济命脉可就完了。 所以你这下大概能理解,沙特为什么对胡塞武装这么筑极上火了? 胡塞武装何止是石叶派? 还是想法比较清新脱俗的石叶派? 再细的咱也就不说了。 大家都懂。 再者,由于夜门是中东石叶,虚拟两派直接发生冲突的决斗场。 夜门局势的变化,往往也直接反映中东局势的变化。 三,那这是为什么又对特朗普是个关键挑战? 别急。 我们先看看胡塞武装背后的意义。 伊朗是一直在默默支援胡塞武装。 沙特又极力支援夜门政府军。 最后,以美国为首的各大势力对胡塞的态度,又十分暧昧。 为什么呢? 早几年基地组织横柱走的时候,基地组织到底是中东哪几家势力在支援? 大家都很清楚。 这几家势力之间,都在勾心斗角。 连带着整个中东局势都很复杂。 伊朗曾和胡塞武装并肩作战。 这让加在中间的西方势力很是难办。 胡塞武装的事情,也就给放了下来。 四,但这次不同。 随着本轮伊朗危机的爆发,夜门再度成为中东局势重要的风向标,并且和上次小打小闹不同。 本次伊朗危机的背景,是美国前面战略收缩后,中东留下的势力真空。 那么作为加在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角同盟,与美沙特以色列三角同盟之间的夜门,必定会成为各方角逐的一大阵地。 所以你还真以为,在日本邮轮预袭暗爆发后今天不到,夜门局势就再度升级。 是个巧合。 世上哪有那么巧合的事。 夜门局势是各大势力博弈的一个缩影。 随着夜门局势同时爆发的。 是美国在伊朗危机上的无能为力,以及俄罗斯的大举反扑别忘了。 俄罗斯能源部长刚刚到访伊朗没有两天,而几乎又在同一时间,又跟那一位,签订了能源与金融合作协议。 为的是什么? 还不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乱局。 5.而与此同时,美国方面的准备,却远没有各大势力那么充分。 这几天,白宫内部各种互相矛盾的声音姑且不说。 单单就讲日本邮轮这件事。 这种书生意气的套路,是不是特别像某个大眼镜的老头干的好事? 别说这套把戏各大势力懒得搭理。 别忘了,没在美国内部,特朗普和以博尔顿为首的强硬右翼,正迎来一场决裂。 这对外问题还没解决干净。 自家人倒是先杠起来了。 所以这场乱局,无疑是对特朗普的一个关键挑战。 眼下,美国大选之争,已经拉开帷幕,疲于奔命的特朗普,必须在内政和外交上,同时满足各大势力的利益诉求。 好戏,还在后头。 好戏!